好,各位同学,那么这节课作为装饰器收尾的这样的一节课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装饰器 它具体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思想 以及在我们日常的编程工作中 哪些地方可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装饰器 好,那么本节课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可能不太适合我们这样没有任何的编程经验的同学 因为后面我们会举到外部里面 Flask这个框架里面它是如何去利用装饰器 去实现它的这样的一些路由和拦截功能的 但是我还是建议没有编程经验的同学 还是听一下我所描述的装饰器它最主要的一个思想 好,那么装饰器最基本的思想在于 如果我们想对某一个对封装的单元 比如说是函数 做出这样的一个代码上的修改的话 我们可以不去改动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实现 而是通过装饰器的这样一种形式 来改变这个函数的行为 好,那么这个是从这个代码的稳定性的角度来说 说这个装饰器的作用 然后我们再换一个角度 我们从这个代码的复用性的角度 再来说明一下装饰器的用法 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印时间的这样一个功能 其实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新增的一个逻辑 好,那么我现在把这个逻辑封装成了一个装饰器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它是整个复用的 凡是需要有打印时间这个功能的函数 我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装饰器的 爱的符号 把它给强行的加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函数上面 这个其实就是代码的一个复用 好,那么如果这样讲 大家还是不清楚的话 我们可以反过来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想为一个函数增加一个功能 然后我也不想去改变这个函数内部的实现 大家想想怎么办 普通的函数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把这个printedTimeTime 把它封装成了一个普通的函数 简单的写一下 好,这是一个普通的函数 你想用这个普通的函数 去实现我们刚刚的这个功能可能吗 不可能 你无论如何 这里写错了 printed 你无论如何都需要在F1、F2和F3的内部 掉右向这个printedTime对不对 这样做的话 其实你就破坏了这个代码的实现 违反了我们的开币原则 好,所以说我们反过来想的话 这个时候装饰器它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不需要破坏代码的实现 而且它满足这样的一个复用性 满足函数的复用性 直接在上面通过Ad符号 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目的 好,那么下面我们来给大家举几个实际的例子 来看一下 这些例子都是一些框架里面所特有的一些功能 我们看一下 好,那么像打印时间 大家不要觉得打印时间比较简单 其实打印时间它不也是装饰器的一个应用吗 你以前的时候 你在函数里面 你没有记录这样的一个函数的打印时间 然后你现在想记录了怎么办呢 那么装饰器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大家可能要问打印时间有什么用 当然有用 如果你想看 你想查看这样的一个函数的执行效率 执行一个函数到底要花多少时间 那么你在函数执行的时候打印一下时间 在它结尾的时候再打印一下时间 这个是不是就很有用 看函数的执行效率 好,不要觉得这个实例简单 它就没有用 它肯定是有用的 好,我们到我们的C10文化下面来 然后下面是我写的两个简单的 Flask Flask这个框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定义的一个 应该叫做控制器 控制器 大家不用关注它叫什么 Flask是我经常用的一个外部框架 如果我们要开发外部 那么Flask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好,我们可以看到 在Flask它的控制器上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at符号 这个就是一个装饰器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atapi.root 如果我们不添加装饰器 atapi.root的话 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函数 但是一旦我们加了装饰器了之后 Test JavaScript HTTP 这个函数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控制器了 那么这个控制器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控制器我们可以看到 装饰器可以告诉访问 这个控制器的一个URL地址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GET 好,还可以指定访问 这个控制器的HTTP方法 关键是什么 如果说只是装饰器 只用在这一个控制器上面的话 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还可以把装饰器用在别的函数上 凡是加了这样的一个 atapi.root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它马上就不再是普通函数了 而是变成了一个控制器 好,如果大家觉得装饰器 还没有体现出它的优势来 那么我告诉大家 atapi.root 装饰器内部的代码是很复杂的 那么大家想想 如果说这个代码 这么复杂的代码的话 我不是用装饰器这样的那种形式来实现 而是直接把这些复杂的代码 加到我们的函数里面 大家觉得可行吗 好,加一个函数把它变成控制器 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我要加100个 大家都知道一个外部项目来说的话 我觉得那稍微中大型一点的 项目来说的话 三五十个接口这个是太正常的了 rest的接口可能少一点 如果不是rest的话 那么你如果你是直接是这样一种 业务型的接口的话 成百上千个接口太正常了 你把这样的一些很复杂的逻辑 平摊到每个函数里面 这显然是不可行的 所以说这个装饰器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我只在我需要的函数上面 加上这样一个装饰器 OK,它就变成了一个控制器 好,那么这个是atvpr root装饰器的作用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 我的该的psw这个函数上面 还有一个装饰器 对,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我也是想给大家解释 并不是说一个函数只能增加一个装饰器 它可以有很多个装饰器 你可以像盖螺房一样的 一层一层一层的 把这些装饰器给垒在一起 好,那么我们都知道 接口这个东西 有些接口是我们可以面向大众的 谁都可以访问的 但是有一些接口 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访问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们要去 我们的接口提供的是这样的一个图书信息服务 好,那么这个图书信息服务 其实我们可以让任何人都可以访问 比如说像豆瓣的这样的一个 它的开放API里面 对不对 好,那么它的图书信息 我们之前演示过了 谁都是可以访问的 不需要登录 也不需要注册 但是对于有一些接口来说的话 比如说如果说我们要删除一个数据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个接口是谁都可以访问的吗 这个当然不是 好,所以说我们接口大致是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接口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 那么另外的一类接口就是需要受保护的 好,那么具体的 如果是我们自己来编写这个接口代码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区分 有些接口可以让所有人访问 比如说上面这个接口 但是比如说像这个接口 我不想让其他人访问 我需要验证它的身份 身份通过了之后 我才能去让它访问我的接口 好,那么这个时候 装饰器就是一个很灵活的用法 我可以在我所有的这样一个需要验证用户身份的 这样一个接口上面 加上这样一个at-os这样一个装饰器 那么这个函数 它就变成了一个需要验证才能访问的控制器 好,那么就给大家举这两个例子 因为我对弗拉斯克是比较熟的 我自己写弗拉斯克的时候 会写很多个这样一些装饰器 好,那么在收尾的最后一部分 还是跟大家说一下 装饰器还是体现了我之前强调过的 这样一个AOP的思想 也就是从一个横切面上面来解决问题 那么还是希望大家下去的有基础的同学 可以去了解一下AOP思想 AOP思想确实是很好用的一个思想 好,朋友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